本月从日本政府宣布对出口韩国的三种半导体原材料加强管制 引发了韩日贸易摩擦不断发酵 当地时间26号 韩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金和与日本外务大臣和野太郎当天通电话 讨论了两国贸易摩擦等问题 据韩国媒体报道 这是日本对出口韩国的部分产品实施管制措施之后 韩日外长首次直接沟通 韩国外交部声明说 外交部长官康金和在通话中呼吁日本 立即撤回对出口韩国产品的管制措施 同时敦促日方不要做出进一步恶化双方关系的举措 日本外务大臣和野太郎则重申了日方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 和野与康金和还就强征劳工索赔案问题 两国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讨论 有媒体总结称 双方各说各的立场依然处于平行线状态 另据日本媒体26号报道 日本政府将于8月2号在内阁会议中审议出口贸易管理令修正案 修正案内容包括将韩国从白名单国家中剔除 并最快在8月下旬正式生效 根据相关规定 日本出口企业向白名单国家出口产品时 可享受手续简化等优惠待遇 如果韩国成为非白名单国家 企业向韩国出口特定产品时 就必须获得经济产业省的批准 明镜与点点栏目